创世纪第十一章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 在湿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量说 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 他们就拿砖当石头 又拿石漆当灰泥 他们说 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 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 看哪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既做起这事来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 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我们下去在那里辩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 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听宫 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辩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就是变乱的意思 陕的后代记在下面 洪水以后二年 陕一百岁生了雅法萨 陕生雅法萨之后 又活了五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亚法萨活到三十五岁 生了沙拉 亚法萨生沙拉之后 又活了四百零三年 并且生儿养女 沙拉活到三十岁 生了西伯 沙拉生西伯之后 又活了四百零三年 并且生儿养女 西伯活到三十四岁 生了法勒 西伯生法勒之后 又活了四百三十年 并且生儿养女 法勒活到三十岁 生了拉吾 法勒生拉吾之后 又活了二百零九年 并且生儿养女 拉吾活到三十二岁 生了西路 拉吾生西路之后 又活了二百零七年 并且生儿养女 西路活到三十岁 生了拿吾 西路生拿吾之后 又活了二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拿吾活到二十九岁 生了塔拉 拿吾生塔拉之后 又活了一百一十九年 并且生儿养女 塔拉活到七十岁 生了亚伯兰 拿吾哈兰 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 塔拉生亚伯兰 拿吾哈兰 哈兰生罗德 哈兰死在他的本地 加勒地的乌尔 在他父亲塔拉之先 亚伯兰 拿赫 各娶了妻 亚伯兰的妻子 名叫撒莱 拿赫的妻子 名叫密加 是哈兰的女儿 哈兰是密加和 一家的父亲 撒莱不生育 没有孩子 塔拉带着他儿子 亚伯兰 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 罗德 并他儿父 亚伯兰的妻子 撒莱 出了加勒地的乌尔 要往迦南地区 他们走到哈兰 就住在那里 塔拉共活了二百零五岁 就死在哈兰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